地震来袭 路灯瞬间熄灭 没多久隐约能看见大楼垮塌 土耳其规模7.8强震 更多画面曝光 监视器惊险之急 男子地震时就站在大楼旁边 幸好他反应快 见苗头不对 就加速往对象车道狂奔 但整个人影还是瞬间 笼罩在浓浓烟尘中 场面触目惊心 土耳其强震楼塌数多到惊人 政府强调追究到底 却在机场陆续发现 想逃跑的舰伤 企图偷溜出境的 还包含哈泰省豪宅承包商 科士坤 土耳其媒体报道 在重灾区的省份 已拘留超过100名 涉及豆腐渣工程的相关人士 在马路间的空地 生火取暖 土耳其强震后 越来越多灾民 露宿街头 还有公园成了临时避难所 同样搭满帐篷 但环境其实并不太好 灾民坦言 这里因为缺乏厕所 导致帐篷周遭 恶臭难闻 还有帐篷也不耐低温 真的冷到睡不着 随着强震后一个礼拜 灾民等到的是一句句亲人遗体 土耳其灾后还出现偷窃乱象 报道称有小偷闯到半垮商家内 偷走所剩的现金 目前当局只能加派军警巡逻 避免灾民生活雪上加霜 日新闻似乎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